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卫着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呢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以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要继续谈 耶稣伟大的爱 很多人说牧师 什么爱都没有用了 只要有钱 我说不对 人类呢 有的时候活着呢 不是有钱 就很幸福 不是 我们要真正的得到什么呢 爱 我们要真正的领悟到 什么叫做爱 那我们的生命呢 就会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看外表 不要看金钱 不要看物资 我们要看真正心灵里面 人所寻找的 那就是爱 圣经说什么呢 他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不是 妒忌 自夸 骄傲 或出炉 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说 爱呢 是有慈爱的 爱是忍耐的 爱是不妒忌的 这种爱呢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够得到的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 开始享受得到的 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 这个世界就是没有 那 爱不要求自己 走自己的路 他不报草 也没有受过伪弃的记录 他不会因不公正 而感到高兴 而是会在真理 或胜时 感到高兴 爱 永不放弃 所以人说 哎呀 I love you I love you 哎呀 这些I love you 不能够当饭吃 真正的I love you呢 是不会放弃的 是永远不会失去信心 永远充满着希望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坚持下去 你能想想 被这样的爱 爱着吗 它会改变你的生活 事实上 这是神对你的爱 准确的描述 虽然这段经文 经常在分离上通读 但人类无法想象 上帝那样完美的爱 但人们努力 被彼此的爱 反扬出这些品质 是有道理的 每个人都需要这种爱 但如果你期望 从另外一个人那里 得到这种爱呢 你就会失望了 神是唯一能够完美的 爱你的人 当你以神建立关系 并体验他的爱时 你就会像神爱你一样 去爱别人 神的爱是完美的 是如何爱的典范 所以你要学习爱的典范 就是从神的话语 神告诉你 要怎么样去做 你就怎么样去做 神的爱呢 是 常阔高深 不能够用言语呢 来表达出来 你要自己去领悟 第二 当你充分体验神的爱时 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圣经说 这样的爱没有恐惧 因为完美的爱 消除了所有的恐惧 如果我们害怕 那是因为害怕的惩罚 这表明我们还没有完全 经历他完美的爱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 为什么呢 当我们有耶稣的爱呢 我们就不怕了 当你明白神 无论如何都爱你的时候 你就不再需要害怕 你的失败 会导致 祂更少地爱你 如果你能真正地认识 神的爱有多深 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神是创造这个世界以外的主宰 如果祂的爱与你同在 没有恐惧了 上帝已经知道 你做错的错误的事情 而且你将要做任何错误的事情 祂还是谴责了 爱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耶稣伟大的爱 来吧 选择爱祂 不要放弃 来吧 选择侍奉祂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要跟随祂的真理 好 我们就提出祷告 谢谢你主耶稣 你伟大的爱 是这么了不起的 我们需要你的陪伴 我们需要你的祝福 需要你的带领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要更深投入的 来敬拜你 我们要更投入的 把我们的一生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顺服你的信实 顺服你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来到主前千辈归下 祝你圣灵陪伴着我们的一生 我心中伤痛 我眼流泪 祝你不轻看 人生道路如此坎坷 有许多无奈 我来到主前口门寻找 恳求主开路 祝我要遇见你 祝我心可慕你 祝我只要有你 生命在路与我通过 祝让我遇见你 祝让我得着你 祝我要你自己 祝你自己 祝你自己 我主 祝我要遇见你 祝我心可慕你 祝我只要有你 生命在路与我通过 祝让我遇见你 祝让我得着你 祝我要你自己 祝你自己 我主 祝你要你自己 祝祝